自从大屏手机盛起以来 手机和平板的界线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以至于后来出现各种前无古人的尺寸 而现在的移动设备 你想教它手机也可以 平板也可以 甚至还可以教它平板手机 荣耀X1在西班牙发布的时候 是被命名为MediaPad X1的 隶属于华为平板电脑产品线 而在国内则划归荣耀品牌 定位为平板手机 这也算是基于数据统计之后 制定的更加符合国人消费习惯的市场策略了 不管怎么样 荣耀X1的设计风格 还是继承了MediaPad之前一贯的设计风格 但是比前几代产品更加的成熟稳重 整机的设计手感处理 金属材料的切割工艺 与S3P6的时候要进步不少 其中底部扬声器的位置稍微有些凸起 除此之外 荣耀X1的外观部分应该给90分了 虽然X1无法像手机那样方便的操作 但是一只手握在手里还是很舒适的 不过电源键位于机身侧面的正中间位置 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一只手握住机身的时候是很容易误碰电源键的 荣耀X1正面是一块7英寸的屏幕 采用了LTPS低温多晶硅技术 分辨率达到1200乘以1920 荣耀X1的屏幕在显示一些暖色调 比如红色黄色的时候 与Note3的显示效果相差无几 在显示一些冷色调 比如绿色蓝色或者是灰色的时候 则显得饱和度不够 总的来说虽然与Note3有一些差距 但是在同等价位的手机当中 X1的屏幕显示效果 还是属于比较优秀的 如果仔细留意就会发现 国产手机采用谷歌标准的 虚拟导航栏的手机并不多见 华为手机就是为数不多的 偶尔会采用的一个 而Emotion UI的虚拟导航栏 支持隐藏的设计 可以说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优化方案 甚至值得所有采用虚拟按键的 安卓手机借鉴 在荣耀X1上 虽然搭载的Emotion UI 仍然是基于Android 4.2 但是虚拟导航栏 已经支持透明显示 在主屏幕的显示效果 还是不错的 大部分时候 导航栏使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隐藏功能优化的明显还不够 在浏览器和大部分横屏游戏中 隐藏虚拟按键之后 会留下一条与导航栏等宽的黑条 而在系统自带的大部分应用下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当然你可以通过不断提醒自己 每次运行这些程序之前 就先隐藏掉区拟按键 但是显然以后的系统升级 可以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更好 而荣耀X1经过几次系统升级之后 音乐播放器 竟然出现了界面比例失调 这样的低级错误 营模式UI虽然难看啊 但是系统内置的一些功能选项 还是非常实用的 比如垃圾清理 开机启动向管理 骚扰拦截 通知管理等等功能 做得都很到位 有了这些 你基本上就不需要安装任何第三方的系统优化类的应用了 另外还有一些贴心的细节功能设计 比如荣耀X1还支持双击点亮屏幕 文件管理器能看到运用安装包的版本号 而在荣耀X1上 分享图片变得更加的简单方便 在图片浏览界面 直接在照片上执行上滑手势 点击开始分享就可以把图片 通过蓝牙 分享到其他设备上 而这个过程是不需要手动去开启蓝牙功能的 另外在系统设置里 还有一个悬浮按钮的功能 开启以后 桌面会出现一个小圆点 点击以后会出现一个透明的转盘 上面有五个功能按钮 返回 桌面 悬浮窗口任务 锁定屏幕和清理内存 使用它基本上就可以代替虚拟按键的功能了 而悬浮窗口功能 提供了四个常用的小工具应用 日历 记事板 短信和计算器 选择对应的应用 就会以小窗口的方式 在桌面打开 5000mAh的电池续航是荣耀X1 尤其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省电管理应用会定期提醒你 后台正在运行的高耗电应用 根据提醒 你可以选择关闭对应的应用 如果你的QQ 微信 常驻后台 但是不希望收到耗电提醒的话 也可以选择关闭高耗电提醒的设置 续航方面 荣耀X1 变形半小时游戏 电量消耗仅7% 90分钟的1080p视频播放 消耗12% 打开QQ 微信 微博和一些常用程序 待机一晚 耗电也保持在1%和2%的范围 还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应该说荣耀X1的续航能力 在我们测试过的所有手机里面 都是有着明显优势的 这在很大程度 应该要归功于X1配备的新的海思处理器 荣耀X1配备的这颗自主研发的 海思麒麟9104核处理器 主频为1.6GHz 采用A9架构 同时X1拥有2GB RAM和16GB ROM 之前已经有网友评论 表示担心X1运行会不会卡顿 根据实际的使用感受来看 这种担心是存在的 除了部分大型游戏 偶尔会有明显的卡顿之外 在荣耀X1的浏览器上 体现的尤为明显 在网页上播放高清视频 吊针的现象非常严重 综合整体情况来说 海思处理器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 与其累 已经拥有了长足的进步 如果我们能再给它一些时间 或许它还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拍照方面 荣耀X1前后摄像头 分别为500万和1300万强速 实际的拍摄效果给人的印象不错 与Note3拍摄的样张对比 X1的动态范围更大 颜色更加鲜艳 对比度更高 但是线线表现还是要稍弱于Note3 通过这一张样张 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 绿色叶子的部分 Note3的色调显得苍白 但是X1的颜色 更加接近实际的情况 而左边的红色花瓣位置 Note3样张上的花纹脉络都清晰可见 但是X1的样张上已经变得比较模糊了 在室内的弱光环境下 X1的噪点控制明显与Note3有较大的差距 总体画面的对比度和锐度依然表现出色 荣耀X1的相机并不支持其他机型上 拥有的对焦与侧光分离 在可操作性上要稍差一些 总体说来 荣耀X1的实际拍摄效果中规中矩 基本让人满意 适合对拍照要求不高的手机用户 从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来看 荣耀X1的各项表现是比较均衡的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主要的不足表现在处理器的性能优化上 而Emotion UI依然还有很多值得打磨的地方 作为一部手机来说 荣耀X1的价格符合它的终端市场定位 也在这个价位上表现不俗 作为一部平板来说 荣耀X1支持通话的功能显然是明显的优势 而官方已经表示 荣耀X1还将会有四级版本 售价1999元 预计会在4月份正式发售 凭借着MediaPad 平板电脑产品线多年的积累 华为推出了综合印象不错 表现沉稳的荣耀X1 也算是在国产平板手机的市场 新发制人 斩获先机 相信它也会成为不少后来者们的挑战目标 华为海思处理器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有了不错的实质性表现 对于国产芯片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和期待 而KIREN 901的表现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你需要选过一款平板电脑 那么可以打电话的荣耀X1各项表现 也绝不会输给国际品牌的平板电脑多少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部手机 那么既然你已经开始考虑X1了 它的超大的屏幕 我相信肯定不会是你顾虑的问题 如果说荣耀X1赞不上旗舰机的话 那么在终端定位的手机行列 绝对能算名列前茅 简单的说 如果荣耀X1已经在你的采购备选名单里的话 那么就直接出手吧 当然什么时候能够抢到 可能就真的要看人品了 想了解更多 请继续关注幻想曲通讯 请继续关注幻想